小伙真是个狠人 只见他将左手伸进烧满红炭的火堆 腾得他额头冒汗 嘴脸抽搐 差点昏死过去 但他并未停止 随后 旁边的老头将小伙的左手 放进秘制的药水中 连续炮制一个月 直到左手重新长出筋脉 一个月后 小伙的左手又被巨石上下砸 手掌布满灰尘 可小伙仿佛感知不到疼痛 反而无比开心 日复一日的训练 让小伙的左手获得无尽力量 他一拳竟能将巨石打碎 防污打他 小伙认为已经学会残权 计划为师门报仇 小伙名叫天龙 是郑德武馆的二师兄 是个颇有侠肝义胆的人 这日他和师兄弟在茶馆喝茶 遇见铁钩门的大师兄 青天白日强强明误 天龙几会坐视不管 双方一言不合动机手来 可铁钩门等人不是天龙的对手 很快败下阵来 铁钩门等人心中不服 扬言要和天龙去后山决斗 郑德武馆本就看不上铁钩门 平日里欺压相邻的做派 如今被对方挑衅上门 哪里有不去的道理 只是铁钩门依旧败落 只得灰溜溜逃走 天龙怕众师兄弟因此遭师父责骂 便主动承担所有罪责 果然师父知道后 责骂天龙不该自持有武艺傍身 到处惹是生非 天龙心有不服 将铁钩门白天抢劫的事情讲出 师父对铁钩门门主少老六 贩卖烟土包养娼妻的事情早有耳闻 这次双方因此事架上了梁子 想到对方不会善罢甘休 而天龙违背武馆的规定 愿意接受师父的惩罚 铁钩门的大师兄面对师父的责骂 这一招借刀杀人着实厉害 铁钩门门主当即召唤徒弟 要打上门灭对方的威风 一行人浩浩荡荡闯闯进正德武馆 官主不想将指睛脑大 只得百般解释 但门主并不买账 他气势汹汹 要对方将天龙交出任他处置 方能解这心头之恨 双方互不让步 门主先发之人 但管主的红拳早就练得炉火春青 腿上的功夫也是一绝 门主一个后腿踢 未伤管主分喉 反被管主的连环腿打得口吐鲜血 门主哪里咽得下这口气 命众弟子骑上 双方一时间输赢难辩 但门主却在关键时刻 把主隐藏在铁钩中的拇指刀 想要暗杀管主 谁料竟被管主反多铁钩刺伤大腿 门主脸面尽失 临走前还不忘放下狠话 定要正德武馆 尸横遍地 门主回去越想越气 他想到去年拜见北洋军政首要 听说对方请了全国的高手做保镖 便邀请十名高手前来驻镇 并给各位高手四十万大洋的辛苦费 很快十名高手聚集一起 和铁钩门等人来到正德武馆产业下的专场 专场伙计以为是来买专的顾客 兴冲冲地前去迎接 是料竟被对方捏碎咽喉 铁钩门等人直闯专场内部 将专场里脚的天翻地覆 这群高手丝毫不讲究任何武德 对专场众人犹如切菜杀鸡般 天龙得到消息急忙赶过去 看见满地的尸首料到对方并未走远 他追到一个死巷子 谁料对方就埋伏在此处 天龙以一敌多幸好捡了一条命回来 正德武馆内设置灵堂排位 管主痛恨铁钩门请外来杀手 表示等丧事办完定要铁钩门血债血偿 话音刚落 门主带领众高手闯进馆内 他们分别是冲绳流祖师 大弟子长谷川 二弟子板天 柔道门高桥 跆拳门金吉勇 密宗大喇嘛 印度瑜伽大师铁角奶叉 铜角蜜嫂 一堆上场 正德武馆此次是吃了大亏 接连两位高徒被跆拳门金吉勇打伤 铁角奶叉和铜角蜜嫂上阵对抗武馆弟子 不过几个回合 武馆重弟子便死伤过半 旁边的天龙再也按捺不住 拖着伤体要出来迎战 天龙的一招红拳将跆拳道大师打趴在地 击碎他的五脏六腑 柔道大师不甘示弱 上来和天龙对阵 但是也不是他的对手 冲绳流祖师诺不可遏 一个佛影无踪腿被天龙躲开后 他怀恨在心 趁着天龙不注意 竟将天龙的右臂残忍卸下 天龙昏死过去 被抬到后院上药医治 密宗喇嘛所练的密宗弃功 竟可刀枪不入 几名弟子都死在他们的手下 冲绳流祖师见状也不甘示弱 一招隔山打牛竟将馆主击毙 此时铁钩门不再有任何忌惮 众人齐上 血洗正得无管 天龙在后院躲过一劫 他强忍腾痛从后门爬出 被梁伯和女儿小丽所救 经过这对妇女的悉心照顾 天龙的身体得以恢复 但因失去右臂 再无机会练武可以报仇 而心事重重 得知真相的小丽 要求父亲传授天龙武艺 原来梁伯不仅医术高超 还是一名隐士高手 他耗费心血三十年 刨置一滩药酒 正好可以修炼残权 但若要修炼残权 需要将手上筋脉全部稍短 只要有一根未断 就会前功尽弃 天龙当即点头答应 在梁伯的训练下 历经半年时间 天龙的功夫 必先涨进了数倍 这天 小丽和天龙进城打探 关于铁钩门的消息 遇见铁钩门等人在此 他们觊觎小丽的美色 自然不会把断臂的天龙 放在眼里 但很快便被打脸 天龙只是一拳 竟将跆拳道大师 送进阎王殿 其余小洛洛也一并斩杀 天龙打听到 现在留守铁钩门的是 柔道门的高桥 便孤身一人前去踢馆 馆内学徒众多 但大家压根没将断臂的 天龙放在眼里 天龙不卑不抗 迎战狂徒 一个过肩摔 对方便嘴角流血 众学徒不敢大意 一起上来围攻天龙 天龙稳住下盘 一招天女散花 便将众学徒打散 闻寻而来的高桥和天龙大战 但如今的天龙 出拳刚进有力 不过几招就将高桥击毙 天龙拦下众学徒称道 冤有头债有主 他三天后在地狱矿等门主 要算正得无管这笔血债 梁伯提醒天龙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密宗喇嘛有横脸气功 能将身体死血 封闭可刀枪不入 但只要击中右胸下侧两寸的 伤屈穴便能一举致命 三天之约道 天龙孤身一人来到地狱矿 铁脚奶叉和铜脚蜜扫打头阵 二人腿弓一绝 左右夹击进攻天龙 天龙一个拳头 进攻防守不可兼得 不过几招便浑身使伤 但天龙打算逐个击破 他的残拳早已大成 一拳将铁脚变废脚 打得奶叉一命呜呼 剩下的铜脚也不足为虑 死在残拳下 随后瑜伽大师上场 他自视身体灵活 围绕在地上转圆圈 想借此绕晕天龙 天龙见此丝毫不惧 仅一根手指支撑倒立在地 和瑜伽大师硬碰硬 趁机戳下瑜伽大师双眼 随后一个无影腿将瑜伽大师踹下悬崖 密宗喇嘛登场 密宗喇嘛的铁纸弓不容小区 直接戳烂天龙空荡荡的衣袖 天龙使出残拳 将密宗喇嘛的铁二指斩断 又头撞喇嘛腹部 喇嘛倒地不起 一命呜呼 另一名密宗喇嘛 使出密宗大手印 和天龙的残拳势均力敌 喇嘛气急败坏 使出气功 果真如梁博所料 气功练成后刀枪不入 索性天龙早有准备 天龙近身作战 伸出二指 趁机击中喇嘛的商区穴 喇嘛如泄气的皮球 一命归息 门主站在高处 见众高手都败在天龙手下 他拿出早准备好的炸药 扔向天龙 天龙只得抱头保命 等无处可躲之际 天龙徒手接住炸药 反扔给门主 门主罪有应得 瞬间丧命 剩下的冲绳流祖师 带领弟子一路追天龙 过天桥战道时 天龙一脚将一位弟子踹下天桥 随后一名弟子紧追天龙至悬崖处 他的铁头弓 在残拳那里站不到丝毫便宜 反被天龙一拳打下悬崖 冲绳流祖师见状纵身跳下 要和天龙决一死战 他面目猙獰 嘴边两个獠牙犹如吸血鬼 亲拿手快如闪电 天龙将红拳和残拳完美结合 一时间两人仅难分上下 天龙明白 这不是长久之计 他打算自损一千换低八百 天龙被冲绳流祖师打得头破血流 冲绳流祖师被天龙的残拳击中 丧失性命 天龙大仇得报 对得起尸门